嘿 极客 你好 全世界都特别欣赏你的反手拧这个技术 带动全世界的乒乓球到今天的位置 你感觉乒乓球以后的发展有什么种技术可能呢 现在随着乒乓球材质的变化 我觉得年轻队员现在的发展趋势是特别快的 不单纯是一个单一的技术 我觉得乒乓球它的这种技术是非常多的 无论是反手拧还是其他的技术 我觉得如果是对它研究更透彻的话 或者是说更用心一点的话 我想其他技术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创新 因为现在球的速度比原来快了旋转下降了 所以在一些技术的衔接性上 我觉得还是有更大的这种空间 值得他们运动员去借鉴 你最近有看T2亚太联赛吗 你有没有看到波尔用左手和右手打的这个球 你感觉T2联赛会不会将来变成像我们乒乓球的NBA的可能性吗 T2联赛我也有看因为中国队的年轻队年轻队员也有去打过 你刚才说那个波尔是左手换右手那个球 自己还真是没注意到因为看的不多嘛 我希望T2这种联赛能够像NBA一样 因为他的这种对抗性包括他的这种球员的投入性 所以NBA这种联赛显得会特别激烈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也希望T2的队员能够在真正比赛当中这种的对抗性和投入性能够提高上去 那我想离这种世界顶级联赛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然后全世界的乒乓球家庭都特别欣赏你这种持之以恒 还有坚强内心坚强的这种态度还有心理的很强大 对全世界的粉丝还有球迷们还有拼球世界大家庭 你有什么给力的话想说吗 其实就是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吧和对这项运动的喜爱吧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球场上才能体现自己最大的价值 不论输入还是赢都能总结到很多这种东西 也很高兴每次比赛球迷能够远道而来为我加油我助威 也特别感谢他们能够关注乒乓球这个项目 我也希望能够在后面的时间里他们也能够在工作之余 能够接触乒乓球这个运动 可能有一些体育断面那对自身的这种身心健康也会有帮助 我希望乒乓球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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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